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是觉得奇怪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 答案是什么 真的真的 我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怎样常常见到你 开心 我开心的 但我发现了 其实很多人见到我都开心 但我发现了我不是一个开心的人 为什么呢 我不是的 静的 我是静太开心的 你那些是自闭的 我觉得你是小自闭的 我不是的 其实我是拿回平衡的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 当然很静 你不会在家的时候很高涨 但我出到街的时候就很高涨 但内心心处是静的 一时时的 一时时的 但是我发现了 咦 我觉得你为什么人这么静 我看到你又开心 都静的 我有静 我多静的时候 我不是24个小时 都是长期很高涨的 我和你差不多 那个感觉也是差不多 也是平时不出声 但是出道街见到朋友的时候 你就会自自然很想玩的 是 但是一边跟你说 可能我的内心也是静的 都是平静的 我刚才我就试试 我为什么才能看到你 有平静的感觉 有的 有一种平静的感觉 这样 你有没有见过人驱魔 你讲 今集讲驱魔 你讲不是看电影 而是真实 真实 没有见过 有没有人给那些 就是人感觉有些片给你看 你又撞了扯 是怎么样 片我有看过 但是 不是那些网上 是真的有人 就是撞了鬼之后 跟着去驱魔 嗯 其实呢 因为我有看过一些 就是譬如 他们的 驱魔完之后 跟着 分享出来的那些 嗯 但是 我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问你的问题 我问你的问题 如果你 现在是个朋友 是 那个朋友呢 就经常跟你说 喂 Lathalie 最近我怀疑撞鬼 是 我见到呢 呃 我经常有个男人和女人 每晚都见到 走来走去 那你会界定他是精神病 会带他去看医生 还是你会带他去 找一些师傅 或者神父 去跟他驱魔 我会带他去找神父 跟他聊天 就是你会的 我会的 就是你不会从精神病那边做首先 如果是朋友的话 我不会的 如果是自己 我反而会 自己会想到精神病 是 朋友带他去驱魔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嗯 我不否认有这件事 嗯 但是 某程度上 我觉得 我不是很想让自己 相信有这些东西 嗯 所以如果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我会找理由 尽量 看看有没有科学化 可以解释到 就是就算我 真的见到 我不是跟你说过 我试过见到的 我都不断和自己说 可能是坏过的 很累啊 幻象啊 那你会不会 有没有听过那些东西 是 你是知道 嗯 是不应该出现的 就是举例 我早前呢 我对面那边 我一会儿去楼下的时候 只是给你看 有个电梯 我公司的 是 譬如我每天都七点钟才走 有时早上 早上 可能我三四点 就会搭我的电梯 这样 我试过搭电梯的时候 就听到 那个电梯里面 那个电梯里面 有些印度的音乐 有印度的歌声 啊 就是说些 不知道什么话 听不明白的 听不明白的 唱歌的 唱歌的 然后我就心想 这件事不会 在耳朵里听到的 是 当然 这件事都幻觉 没错 那你来思考 究竟 是那些鬼在那里 说些声 还是我自己 听到那些声 我会觉得是自己的幻觉 就是你的脑的频率呢 如果觉得是幻觉的时候 那你个人不是有精神病吗 我整天都觉得自己有精神病 你也是 是的 我也是 你也是 是啊 你觉得自己有 你觉得最不妥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是精神紧张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 会令到你有很多 这些 譬如可能突然间 好像听到有些声音在你旁边 那样 但是我觉得是 可能是你自己 太过 就是留意 那你有什么不开心呢 你可以跟我说的 蛤? 你可以跟我说的 不开心 其实是你 有时候是不知道 为什么有一段时间 你个人突然间 那些精神很紧张 那人一定是有个原因的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如果 那我当然觉得是有原因的 但是如果你更加 很努力地去找 去找出原因 你会令自己越来越疯狂 就是你会尝试 是不是应该 不要细意地想它会好些呢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所有事 都会有一个根源的 嗯 你把根源处理了 是不是可以了 是不是小人疼 不是 你要处理得到的才行 是不是小人关心 是不是小人关心你 嗯 我觉得 其实如果是这些的话 是很明显的 是不是 譬如有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事 可能就是你 我不够睡 我会很不开心的 因为 你会不会的 有天都不够睡 习惯了 所以我不知道 譬如我就是 我很忙 然后我没什么时间睡了一会 你看到我的人 就没什么表情 这样 我常常看到你没什么表情 因为我常常都很睏 我 今集跟大家讲 一件很争议性的驱魔事件 好 待会有片看的 有上片看的 我想 我们今晚听完这个鬼故之后 在研究一下 究竟这个女孩是撞鬼 或者是这个女孩 是精神病的 好 因为我曾经也遇过一些朋友 敏心 可能都得罪你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鬼的个案 我听完之后 我都会觉得 我也会在想 这个人究竟背后有什么原因 可能会不会失戀 失戀 会不会是工作压力太大 而将人生的失忆 即将他捏到鬼神 我首先会这样思考 这个人 然后我看到他 这个人听上去 不像是的时候 然后我才会再 从灵意的角度 去和他想这个人 是不是 然后可能我会问一下人 暗地律 你帮我问这个人 他在做什么 我会这样做的 但第一件事 我就会倾向于 他有精神问题先 即是有时 你不知不觉 会有幻听和幻视 即是当你很累那时候 因为我听到很多 精神病院里面的护士 和医生跟我说 我问他一些 去到最极端的例子 精神病是最严重的 是会怎样的 是什么境界 有两个跟我说过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护士 跳得最厉害的 他已经不知自己是人 即是以为自己是人 没错 他已经不知自己是人 他已经不知自己是什么 他没有了一种人的思想的行为 即是人我和你沟通 即是会不会他以为自己是动物 已经不懂得说话 所以你问他 他已经不懂回答你 他没有了一个人的思想 在里面 即是已经完全不是这样的 去到什么地方 才会这样呢 首先 会是一个 腦的伤害 还是是一个 后天变成这样的时候呢 我今天觉得这件案子 其实很有争议性的 不如我们先看看图片 今天我说的一件案子 是发生在一段时间 即是七几八零年的时候 我们先看看图片 其中有几六的驱魔事件 我想是最详细的了 是 我们的名字叫做安拿里斯事件 他英文 你读一下 analyst 即是我说了中文 这次就叫做安拿里斯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德国的巴哥里亚地方 有一个女孩子叫做安拿 我叫做安拿 其实她从小到大 都是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就是Annie 她在16岁的时候 她就产生了一些 非常严重的精神问题 首先 她的医生就认断她 患了一些癫痱症 也后期就说她是一种 精神的抑郁 但是她慢慢慢慢 除了癫痱症 抑郁症之后 她伴随着她 有不同症状的幻听 幻觉 甚至乎视觉 很多人只是听到声音 不会看到奇怪的东西 幻听应该是多一点的 多很多 多很多 她就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甚至乎她认为 有些魔鬼跟她聊天 也想拖她到地狱 拖她到地狱的时候 她直接听到一些魔鬼 就跟她说 我会在地狱那里煮了你 说这样的东西 那谁 精神病 为什么会无端端说这个女孩 是被魔鬼附身呢 要说一个老的女人 其中有一个老的女人 就是她家里的朋友 就是她认识的 认识的 认识的 发现了她说 不是的 我其实知道她有些古怪的 有癫痱症 有些抑郁 但是她说 但是有精神病 我每一次跟她去教堂的时候 她完全不敢走到性象里面 而且如果有些性水给她喝 她就不肯喝性水 而且她身体伴随着一种 好像垃圾堆的臭味 很臭 但是这样 精神病去到某一种地方 即某一种程度的时候 其实她是不懂得尿你自己的 即是不会洗头 不会洗澡 不会洗澡 甚至不会外出 因为她们不会再在意这些东西 是的 她们不会再理这些东西 其实她 你也可以说她是精神病的 但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老的女人 就跟她说 不如带她去一个 教会里面的神父的驱魔 让她看看她是否被恶魔前身 不是Ghost 她被前身的叫什么 Demons Demons 即是被Demons上身 即不是鬼那么简单 鬼跟Demons是不同的 当然不同 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嗎 Demons其实是魔鬼 你一般的鬼是Ghost 是 没错 Ghost是一种Spirit 你死了的时候 飘来飘去 飘来飘去 人世间的一种Spirit Demons是有害的 他们是犯罪的 是 还有这个怎么说呢 跟上帝对抗的一种邪恶的力量 就是他是 撒旦那边的力量 没错 就是跟邪恶对抗的一种力量 是 而他的法力也比鬼大很多 即鬼只不过是一种人死了的灵魂 是 魔鬼其实是以前 据文是一种堕落的天使 是 Lucifer 类似那些 开始很多人都觉得他是精神病 慢慢慢慢 他家人和身边的朋友 都认为这个Honor 其实是一种恶魔的化身 他小时候 他从十五六岁开始 已经有这个病 于是乎 他经常会出出入 精神病院很多次 我想问他家里本身有没有问题 都是信天主教 因为通常你说有精神病的人 家里都是有些可能不开心的事 或者是小时候被人侵犯 那些才有 他是没有的 这个应该没有 他家里不是说是健康的 他真的好像有精神病 但是他陆续续进去精神病院 又医一医的时候 他成绩都不差 他可以去到大学 他上大学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觉得 应该我们医好了他的 就是无论是精神病 已经没有东西 表面上医好了 在精神病方面 甚至在驱魔方面 大家都以为医好他 但是他去到大学的时候 情况开始变回严重了 他怎么样呢 他开始吃什么呢 昆虫 吃蜘蛛 哦 吃蜘蛛 也有些小鳥在花槽里面死了 或者在树林里面死了 他就会咬掉了那些头 小鳥的头 很恐怖 其实是不太人道的 是啊 那他放出来去散步 花圆 明知这个人要长久看着 放出来的花圆 看的时候 他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次见到他 整只手整个口都是血 糟了 那以为他咬自己 原来他不是 他拿了一些动物的老鼠 捉了出来 不知道他在哪里可以捉到老鼠 就算捉到老鼠 也不是 他就说Lattie你捉了老鼠帮我吃 是啊 都未必马上捉到 马上捉到老鼠要走 他捉到老鼠 然后咬到 全部都是血 生吃都是老鼠 他的情形 就跟那些精神病人一模一样 开始吃这些 除了这样 不得止 他还喝自己的尿 睡觉就长期扭曲 睡不到在床上 不得止 他只能够睡在地板 哦 他有什么动物 可是他会有些时候 kiedy呢 他也觉得有时候会好好運喻 他晚上会大叫 睡在地下 无端端 假设了狗吹 酷了两天就能吃在家 bou bijvoorbeeld 如果听到你又不会听到我 假设你能看到有个朋友 他会唱得容易 它无端从家 myth 狗肺了两天 你会怎样呢 我会问他是否很闷 他不停跟你说 我是否会 tryna吹 找个方法通透 你试一енного 你试一下追着他走 看他会不会跟你走 抛个球给他看会不会咬 我觉得你立刻闪 如果你看到这样 你无论有一天见到我在街上 你立刻不走 扔个球给你看你给什么反应 肯定不会 然后他除了这样之外 你看到他的样子开始都变了 除了这样 任何十字架耶稣像 圣像 将放在他身边的时候 他就会大叫 叫得非常凄厉 亦都用一些很激烈的行为 将那些画像 圣像破坏 他每次说有些魔鬼附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亦都好像拥有非常大的力气 他可能会扔东西 瘋了就跳来跳去 你要找男人按住他 要整三个男人才有办法按住他 有时按住他都不行 都被他走得掉 要用一些铁链就绑住他 即是锁住他 对 他就开始自残自己 自残自己是怎样呢 用刀割自己 黏了一扇的冲上去 把头撞到墙上去 他家人开始觉得 真的不行 这个Honor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控制的范围 是 那怎么办呢 但他会不会伤害人 还是他只是伤害自己 你不知道做什么 他可能会 你不知道他会发生什么事 那怎么办呢 也会觉得 糟了 这么多次精神病院都医不好 不如去教区里面 问问神父 喂 我女儿是不是真的有些 骚髒东西 可以帮我们做驱魔仪式 但其实他会试过 跟神父说自己很害怕 他会的 但其实他有清醒的时候 当他清醒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其实我也很害怕 他们家人叫神父 跟他做驱魔仪式 当时天主教 如果要做驱魔仪式 就很烦 好像是要申请 要经天主教的总会 就是跟那些 是 认可他真的是给鬼附身 然后看过 这个人真的是给恶魔附身 就是那些主教说 可以做了 可以做 才可以的 才会跟他做的 去到1975年的时候 在他死之前的一年 那教会出之 就觉得 看过了他 真的有机会是这些 这个honor 他平时说的东西 和他的行为 已经超出我们人类常理 我们教庭要派出神父来 就跟他进行一个驱魔的仪式 那派出了多少个神父呢 在驱魔的仪式里面 发现了 通常 我们中国人就说 人有三云七趴 但是如果你问那些 基督教 天主教的人 他会说一件事 就是 鬼有很多种 如果你的人 那个灵魂 是empty了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给十只 二十 三十 四十 有几十只鬼上身 都不奇怪 同时间 而在honor里面的魔鬼 总共有多少个呢 好像看那个speed那部电影 有八 二十四个人 他有六个不同的魔鬼 分别就是 撒旦 是 路西法 犹太 犹太 就是 出卖耶稣 然后呢 有一个叫尼罗 尼罗呢 是一个 君主 很残暴的君主 是哪士那个 不是 希特拉 希特拉 有希特拉 还有呢 有一个呢 叫做阿当的儿子 叫做该隐 另外有一个呢 有一个呢 有一个呢 就被人赶出教会的死了的神父 名叫佛列契曼 是 他被六只不同的魔鬼 就附了上身 但是全部都是名人 有些出名的人 其实全部都出名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 会发现了 我想是神力 可能通道了 这样一问的时候 然后就 知道他们被这些人附身 还是其实 这个女孩以前读书 或者看Bible的时候 认识了这些character 之后自己分裂了一些 就是 personality 出来 就以为自己是Lucifer 以为自己是Nazi的首领 不奇怪 而他驱魔的过程呢 全部有录音带的 是 记录了有几十个录音带 当然不会全部都播到 那我找了他六个不同的声音 就给大家听一下 不如我们先听一下他的声音 先听一下那段片 我们先播一下那段片 我不知道这段片 有没有经过特别的效果 他说出来其实挺大人害怕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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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爱 你怎么像唱歌 之後 萊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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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带我,你再带我,你再带我 如果没有特别效果,弄得都很厉害 Nio啊,这个就是 就是那个暴君 Nio啊 聽到你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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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嗎? 你聽不聽到嗎? 聽不到內容 這個神父被人開除了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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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咪咪什麼 Judas 這個是 這個路斯法是嗎? 路斯法是殺但是 最兇的這個應該是撒旦 但是其實始終它怎樣變 都是它的聲音變出來的 我覺得好像每一條聲都差不多 但是它表現的話每一條聲都差不多 但是emotion不同 演出不同 emotion不同 你聽到現在這個魯西法 它是比較怕驅魔的 你聽到剛才那個神父 佛裂世晚的神父是沒有那麼怕驅魔的 Nero也沒有那麼怕的 你聽到有些人 我聽到剛才那段影片 奇怪的地方就是 如果它真的是撒旦 或者那些 它是會害怕的 但是看到它是 反而有些 有些 猶太 尼羅 暴君 那些 它們沒有那麼怕的 特別是 所有神父 被人開除了神父 它是沒有那麼怕的 有不同的 但是哪個界定 哪個聲音是哪些人 它怎麼知道 它有說自己是哪個 我聽到有些 有些它說是 Nero Nero 那你 你叫我 這個女生 二十多歲 扮這些聲音 其實你叫我扮 我也可以扮到 但是扮不到很久 聲音會拆 我就是一邊聽的時候 一邊覺得 其實你這樣叫發 你很快就懶聲了 是啊 就是這樣 這些聲音 其實 這裡只有一部分 它有四十多項 錄音帶 有些它沒有放出來 有些它沒有播出來 其實它還有其他人格 我想它不止 它說的 最主要是有六位 人上了身 現在 教區那裡 就當時斷定了它是真是領事 所以就捉了它 或者神父 就 屈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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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放了給它屈膜 那會不會停了精神病的治療 然後其實你界定不到它 究竟它現在是精神病 是 還是它是中邪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 很明顯 它家人就相信它是中邪 就沒有再在醫學裡面去醫它 這個女生 但是 之後事件發展下去是怎樣呢 我們休息一會兒 最後回來再說 好